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客人買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來到《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節目主持人Anna 歡迎袁醫生 你好 你好Anna 今天是平安夜 首先祝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如果想大家健康 當然是聽多些或認識多些自然療法的資料 很感謝袁醫生的分享 上次提及到醫療有這麼多問題 其實有很多個盲點 上次提及到大概有三個 其實都想再請教一下袁醫生 其實一般人都認為自然療法好就好了 有沒有副作用 或者吃的東西又健康 但是會不會說真的擔心會拖慢了一個正確醫療的方法呢 這種說法呢 很多時候呢 你會看到一些 就是一般西醫呢 是很多時候會這樣說的 是 那自然醫療當然啦 食物不會怎樣弄傷你的 那做一下斷食都應該都是好的 那但是呢 問題呢就是這樣的 因為從這件事 而開始就令到你沒有即時接受 所謂正確的醫療方法 那結果呢 可能是會耽誤病情 那當然呢 他們的言下之意呢 就認為呢 真真正正能夠醫病呢 都是他們那套 所謂對抗性的醫療 那所以呢 他就假設這個就是正確的醫療了 好了 那在這點情況之下呢 我只要希望大家了解 所謂現在的正確醫療呢 其實今時今日呢 在美國呢 已經是成為第一大殺手 那你說嘩 是不是真的 那原來呢 大概在2004年 好像2004年 好像最近 最近呢 就有一篇文獻 是由三個PhD 兩個MD 就是五位作者呢 是在醫學文獻上 是搜集了所有那些數據 就是因為醫療的 導致死亡的數據 那他的資料呢 全部是用那些叫做 同行鑑定過的醫學雜誌 叫peer review journal 即不是一般的了 真真正正是高質素的 醫學雜誌的數據 那他怎樣呢 就搜集了 即是不同的數據 那結果他們得出的結論呢 他說原來今時今日 在美國呢 每年呢 是死在最大的殺手下 即是最多人死呢 是死在什麼呢 就是死在我們所謂 現時所認識的 流行的醫療 就是對抗性醫療 那你知道每年死的人 哇 大概 會不會說過數十萬呢 你看看那本書呢 很正確的數據呢 是七十八萬三千九百三十六人 每年是死在現時醫療的制度 即是一般西醫 已經是正確的醫療 那就是說呢 其實今時今日呢 正確醫療導致人死呢 是更多於人死在癌症 美國人死在癌症 大概五十五萬人左右 每年死在癌症 都多二十幾萬 多二十幾萬 那死在另外的大殺手 就是那個心臟病 接著就是中風 這些幾個是屬於最高的殺手 那但是你猜都猜不到呢 他們加以很詳細分析之後呢 發現真正導致人死亡呢 最主要原因呢 是竟然呢 就是那個西醫所用的 正確的醫療方法 那為什麼說正確醫療方法 他們不是說呢 因為配錯藥啊 或者開刀開錯了啊 就是他不是說這件事情 他是說正正確確 在正確的醫療的步驟之下 就是他開藥是沒有開錯的 只不過他本身的副作用呢 是會產生這些死亡的 那麼也都有些病人呢 在醫院裡面呢 因為醫院裡面那些營養是很差的 你有機會你看一下 一般醫院呢 吃完完的那些 真的沒有什麼營養的那些 這樣的化學那些食物多的 那麼很多人呢 在醫院期間呢 就因為長期營養不良呢 是導致他的病情呢 更加加重的 那麼也都有些病人呢 在醫院裡面呢 是感染一些新的殺手的病 因為本來可能進去的病 沒有什麼的 那麼但因為醫院一個 一個很骯髒的環境 是一個最危險的地方來的 那麼那些人在裡面 住院期間呢 是感染了新的病 那麼也都有些人呢 在住院期間呢 他出現那些 我們叫做Beg sore 即是那些皮膚呢 那些皮膚都壞了 是導致他死亡的 那麼說真的來說呢 這些是全部 在一個正確的處理之下 的死亡的原因來的 那麼這個是 再給大家聽一個數據 783,936人的 而在2001年呢 死在心臟病中風加起來呢 是699,697人的 嗯 而在癌症下 在同樣的癌症呢 是53,251人的 那麼你看到呢 現在我們所謂正確的醫療呢 是個死亡的 那個數字是更加多的 好了 大家有興趣想知道 這個資料的來源呢 就有本書呢 叫做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那這位作者呢 其中的作者是 Dr. Caroline Dean 那這本書的作者呢 以前是我的同學來的 我們在80年代 我們在多倫多一起讀書 讀那個同學療法的時候呢 她是我同班裡面的同學來的 我記得她呢 她是一個小小小的 很害羞的女生 但是為什麼呢 會變成這樣的 寫了一本這樣的書呢 就是成為一個 原來一個所謂Fighter 嗯 很生意誠 原來她的經歷是這樣 她的書有以前也提過的 原來她在電台上 開始講關於健康和營養 有一次她批評白糖 她說 她說今時今日的人的健康問題呢 導致健康的那個問題的主要兇手呢 是白糖很多的 我吃的白糖很多的 那很明顯的 她這個這樣的 在公眾場所 在電視 電視台這樣說 這件事呢 導致很多的 那些 大工業的糖工業 那些糖工業 很不滿 去投訴她 在醫學會上 去投訴她 去投訴她 全面呢 是反擊的 那將這些資料 一路一路一路寫 這類的書籍出來的 那所以這本書叫 《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那現在呢 最近呢 我台灣有位朋友 就將它翻譯到 一位教授 將它翻譯到中文 那我會呢 希望呢 在盡快呢 我將它 將中文版 我會出這本書的 那大家到時有機會去看看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你知道了 我和周雪常呢 也都寫過不同的書 其中叫 《西醫危學健康》 那這個都很多年前 十幾年前的了 那這本書呢 我都很多年前寫了 叫做《勇闖健康新境界》 那翻譯書裡面呢 有一本也都很值得去大家看的 就叫做 《無效的醫療》 《極穿用藥與手術的迷思》 整本書就是探討這方面的問題 好了 你可不可以講多一點內容呢 你看這本書的這方面 你可以看看 你看到是什麼呢 說到關於是 能不能夠 真的 預防到或降低到 患乳癌的風險嗎 西醫是嗎 其中她揭施的迷思 很多人呢 就喜歡那些女性 就會被鼓勵 定期做《乳房》的《 mammography》 沒錯 一個《X grade》 《X grade》照的 那這個方法呢 她們差不多呢 都認為那一種事件呢 希望從此可以減低 那些女性患乳癌的風險 即是嫁嫂發現的意思 還有一個就是 那個《PEPS-ME》 那個子宮目頸檢查 其實很多人都做了 跟隨這個方法 跟隨這個建議 結果發現呢 我們乳癌的死亡率 以及那個子宮頸癌 或者子宮癌的死亡率 是沒有因此做到這件事 而減低了 反而她發現 做這些乳房的 X grade檢查 那個乳房有沒有流種呢 每做一次呢 你將你的乳癌的風險 增加1% 很厲害 即是看到這些 是無效的醫療 人經常做這些 結果練習慣了 完全沒有什麼作用 好了 還有呢 這裡有講及 O型腿 其實是否K型 需要開刀去治療呢 其實這個也能解釋 這種問題 其實開刀是無法解決的 例如在外國 在加拿大 有一個 《Workman's Compensation》 很多年前 這個資料 都差不多是80年代 早期70年代 很多人 就腰背痛 去做 結果去開刀 去搞脊椎盆關的問題 那 《Workman's Compensation》 做過一個很大型的研究 發現開刀 對醫治的腰背痛 是沒有什麼作用 沒有什麼真正的療效 這個也是很多人 其中一個迷思來的 嗯 我看到這裡也有提及到 如果是腰痛 照X光 會不會真的找到 痛的根源 我告訴你 在我們脊骨神經科醫學院裡 當然我們的專長是 脊椎 腰背痛這方面 我記得 當時的資料顯示 根本你不能跟X光裡面 看得出那個病人 到底有沒有痛症 那譬如我拿幾十份 X光片 給一些專家醫生去看 他們沒有辦法 由X光裡面 可以看得出 到底這個病人 是有沒有腰背痛的 那即是 其實呢 你的脊椎 退化的程度 跟你有沒有腰背痛 其實是沒有什麼大關 沒有什麼直接 找不到出來 是的 那通常呢 那些腰背痛 通常呢 年紀輕啊 中年的時候呢 那些腰背痛的問題 會比較多些 其實很多時候是一種 功能性的問題 不是結構的問題 反而到年紀大的時候呢 雖然你的脊椎 很多骨齒 退化得很厲害 反而到那時候呢 你反而那個腰背 反而不痛 那所以你根本就沒有辦法 照X光去看得出 到底你的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但是你知道現在很流行的 有腰背痛 是不是都照我X光片 那這個也是一種 屬於無效的醫療的步驟 嗯 另外呢 他也有提及到 說這個項動脈的手術 是不是真的可以預防 很有效地預防到中風 那很多時候呢 那些人都是這樣的 他說呢 啊 中風啊 當然中風有兩類 那一類呢 就是一種 我們叫做閉塞性的中風 就是血液不去到的地方 那另外一種 是流血性的中風 那有些時候呢 覺得呢 因為你的項動脈那裡 或者頸椎動脈那裡 很多很多血脂啊 很多膽固醇啊 塞住了啊 那我們不如呢 就在上面呢 去通通它 做一些手術 把它撞開它啊 或者給它搭條 那他以為呢 這個可以減低那個 就是堵塞性的中風呢 其實結果發現 是沒有分別的 嗯 在很早年呢 曾經有個手術呢 曾經有個手術呢 有個醫生是推揚呢 就是處理那個那個 那個心臟那個手術的 那也是呢 打開心臟呢 將它通通血管啦 那跟著呢 就認為呢 做了之後呢 這個心臟病的機會 是減低了的 那結果有人做了 那個研究呢 發現呢 你這樣打開心臟 你什麼都不做呢 那個效果一樣的 就是一樣是這樣的 就是一個安慰 一個 placebo effect來的 是 但是做了很多年之後呢 那些人發現呢 根本呢 你根本呢 手術跟那個 預防的根本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嗯 你只不過是心理的作用而已 那所以他做過這方面呢 好像狗也是的 狗呢 他做那些 換那些腿骨那些 就算你不換 都一樣的效果一樣在那裡 那就是很多時候呢 因為那個 這個手術的步驟呢 是給病人一種心理的作用呢 以為這個手術做了之後 你就好了一點 其實完全都是 沒有什麼關係的 那其中一個呢 是中風那裡 做了這個之後呢 根本是沒有什麼幫助 但是現在也很多人會做這件事的 我最近有個病人呢 他就是 發現他先天性呢 他很多的血管流 整個身體都很多的 那當然呢 他這個問題 他應該存在在身體很多很多年了 但是出現很多的症狀啊 譬如那時候突然之間會暈啊 你知道血管腫脹啊 那血管可能 就是那個壓力會減得很低啊 那變得他很多時候呢 出現這些 突然之間暈的那些感覺 那他來見我的時候呢 他就說呢 西醫就說 他建議他做一些血管 就是維修一些血管啊 那我解釋給你聽呢 其實這個手術是很危險的 就是你現在 雖然你現在有這些問題 但是你起碼你都 這個問題在你身上已經傳了很久了 很多十年了 你都是這樣過日子而已 那我就叫他不要去做 但是他又沒有聽我說 結果現在就是一個植物人在這裡 這些事情我就聽了太多了 但是始終呢 一般人呢 是蠻順西醫的手術啊 因為科技啊 很正的 很多人就死在這裡 那也有很多的 我很多病人的那些父母親 那一到中風之後呢 很多時候呢 就進了醫院的 在醫院之後呢 其實做很多不同的手術啊 幫他打通血管啊 打開腦啊 我告訴你呢 搞傷這些多數都是死的 那所以我發現我自己媽媽 有中風的時候呢 我就用痛的尿化 給他開始吃 他初初都是 他當時大概八十九歲了 差兩個月就要做九十歲生日了 那有一次我爸爸 打電話給我 早上 他媽媽有這些問題 他跌到地下 他又不是很會說話啊 不是他能走的 我一聽我已經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我問他 到底是哪邊呢 左邊右邊呢 我爸爸說 他好像是右邊 那我已經心裡有數 這個可能是中風的 那我趕快就拿了兩個尿劑 跟他療法的尿劑 一是Arnica 一是Costicum 就是處理這類的問題 那我見到他之後 我媽媽說的時候 他的眼睛是凹了 口是歪了 說話不清楚的 那我就立刻 我現在被他吃痛的尿劑 到第二天之後 他已經開始直言 開始說話 我從來都沒有進去醫院 那當然 我家人也有時候 要不要去醫院檢查 我在家族裡 有5、6個醫生 在香港 全部都是專科醫生 有些在外國加起來 有很多很多 那我說沒什麼意思 始終沒什麼做得 老人家你去這些情況 進去醫院裡面 他們沒有什麼觀察 一個陌生的環境 對老人家更加壓力大 結果我媽媽一直都沒有進去醫院 我還沒有自己的方法 一直醫治 到他生日那天 還自己走 自己開始走 很快 他去吃飯的時候 初初就想著 買定的輪椅 或者需要 結果他完全可以走 走 當然沒有以前那些 健保餘悲 但他始終 幾年之後 一直都可以走 所以很多時候 不要經常以為 要進去醫院 會好些 很多時候 進去更危險 還有一個研究 就是心臟病 很多人心臟病發 就進去醫院 醫院通常救了他之後 就說 幸好你來得早 你遲兩步 你就受不了 很多時候 言下之意 就說 你救命 來得早 進去急症室救了你 原來在英國很多年前 也有一個研究 他發現 如果一個心臟病發的人 如果你什麼都不做 在家裡休息 還有你趕血急症室 你的生存率是沒有分別的 真的是這樣 沒錯 即是他們領工 幸好你來得早 要不然 當然他死就說他遲 他救得到 就說他來得早 其實根本研究發現 你什麼都不做 在家裡休息 即是五五波 大家五五波 五五波會死 五波不會死 你家裡休息 都是一樣的 OK 另外我看到這本書 《無效的醫療》 也有提及到 剛才袁醫生 提及到心臟病 很多人擔心自己會有心臟病 很趕快去做心臟管檢查 其實是否真的有效呢 這也是其中一個迷思 他是外國的研究發現 大部分的心管閉塞 除非你是三條都失了 一般來說 你是失了一兩條 你去做這些通的灌動物手術 其實最終來說 長遠來說 是沒有什麼真正的療效 因為很快會失敗 當然他因為有心臟病 他做了之後 可能覺得心臟病 減少一些 其實往往未必是因為手術 通常他做了手術之後 給他很多薄別藥 抗心臟的藥 所以舒緩的心臟病 不是因為手術 只不過可能跟進那些藥物都可以 我記得有一篇文章 是一個心臟科的專家說的 根本大部分這些手術 根本是沒有證實有效的 你一看到 很多人都不知道 是嗎 是呀 醫療沒有什麼所謂 看看沒有什麼害的 但會遗誤你真正的有效的醫療 其實最大的問題 我們成為以為有效的醫療 其實大部分都是無效的 我上次也有提及 在美國有一個整體來說 院時西醫能夠醫治的病 我想大概是五分之一的病有效的 通常屬於創傷性 斷骨、流血不止等 這類的疾病 西醫的確實有貢獻 但除此之外 大部分的萬民人的病 根本是沒有效的 好了 還有一個問題 這本書叫做《發明疾病的人》 那你看看這句話說什麼 他說現代醫療產業 如何賣掉我們的健康 是否真的醫生 即是你可以看到 現在醫療很多時候 因為有些藥在 但不知道怎麼用 它是製造一些病 最簡單的情緒病 社交情緒 又是焦慮症 其實這些不是病 現在你看到 現在的趨勢 是很多時候 我們一般人的性格方面 或者普通的情緒的差異 通常給它一個病名 即將它製造成一個病 現在最容易看到 就是過度匯藥那方面 是 何謂過度匯藥 是否很難定 現在很多趨勢 活潑健康的趨勢 都是喜歡坐不定 是的 我小時候 也是屬於這一類的 坐不定 因為趨勢健康的趨勢 是喜歡中走西走的 現在 在美國 很多趨勢 吃了這些過度匯藥的藥物 其實目的是 讓它容易控制 如果趨勢走來走去 坐不定 始終一個教師 就是控制得比較困難 所以寧願用藥把藥按掉 其實很多老人家都是 老人家有時候 情緒的症狀 他都用藥把藥按掉去轉 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 這些病 根本是無中生有的 因為有藥傳染之後 去製造 其中一個就是膽固醇 膽固醇 膽固醇 是一個大的謎 一個大的騙局 怎樣呢 我們這麼多年來 都經常教人 不要吃那麼多 膽固醇的食物 沒錯 因為膽固醇 會導致你心臟病高 高危 會令到你血管閉塞 中風 但是結果 這麼多年來 有一個研究 是25年 25年 被人吃 降膽固醇藥 吃一輩子 吃一個長的時間 結果 他沒有因為吃了膽固醇藥 降膽固醇被壓低了 但他的性命 沒有因此而長命 他發現原來膽固醇 不是一個病因 只不過是病的結果 簡單來說 如果你的血管有破綻 或者有發炎 你身體就用膽固醇 企圖去維保 一些裂痕 這種油脂 其實因為你有一個問題 他去填補 不是因為他入面塞了之後 導致你的問題出現 很多時候膽固醇 血管失膽固醇 通常是心臟病發之後才出現 反而之前沒有 很多時候 你心臟病發之後 有事了 他再去檢查 發現膽固醇 聚積了 血管閉塞了 其實不是之前的 是之後的事 所以其中一個研究 一生吃膽固醇的藥 結果性微沒有因子 長了 反而你的膽固醇是被禁了 是被你禁了 但是他的膽固醇 按得低的人 他的自殺率高了 意外高了 所以最終最終 整體來說 膽固醇是沒有意思 是大片局 我身體需要膽固醇做很多事情 包括我們身體的荷爾蒙 是需要膽固醇的 而且你拿藥按了 完全對這個健康沒有幫助 這也叫做 其中我們發明的疾病 膽固醇高病 其實這根本不是病 自己做出來的 自己做出來的 明白 你慢慢吃 現在多少人吃膽固醇 結果完全沒有幫助 另外一本書叫做 《藥理新病》 英文叫做 Selling Sigma 這本書很好 最近台灣這類書 翻譯了很多 《藥廠製造疾病的真相》 這本書大家有機會可以去書店 看看 可能也找得回 醫生人 另外 其實很多人都認為公立醫院的收費 真的挺便宜 100元看一次 有很多藥拿 其實會不會說 所以西醫其實都會是一個 有效一點的方法 又便宜又快 很多人都這麼認為 很多人都說 我要看西醫 因為保險公司給 你看回政府醫院裡面 當然 清一色全都是西醫的服務 相對來說 政府醫院收費很少 我們去住院 現在大概都是100元一天 沒錯 香港很有趣 我表弟曾經說過 他也是醫管局裡面 一個很高級的人 行政人 他也是一個專科醫生 他跟我說過 香港這個國家很有趣 例如外面來的遊客 如果香港遇到醫療問題 他們進入了醫院裡面 其實他們 我們所收的費用 都會用本地的費用 很便宜 很便宜 不是當外地 不是私人的生活 這樣優惠他們 對 很優惠 好了 你看到實在 我們醫院裡面 所用的 就是那個費用 病人所需要付出的費用 其實是很少很少的 但問題就是這樣 你在西醫院裡面 政府醫院裡面看 那個費用 只不過是納稅人幫你付 本質不是便宜的 如果是本質便宜 我們不需要那麼頭痛 每天要財政的財政問題 不斷地增加 很大壓力 你知道香港現在的患診嗎 當時的蕭慶倫教授 在哈佛經濟學者 他最後的報告 他說要處理 要解決 我們20年來的 長遠醫療用資方案 他估計 未來16年 香港公營醫療開支 會欠款多到高達260億 醫療費用要大大加幅 當時的一日68元一日的 住院費應該加到1150元 即是說 1150元不是真的足夠的 只不過 如果你不是這樣加 他根本的財政會很嚴重 你看到由60元一日 現在大概100元一日 加到要10倍 十幾倍以上 好了 門診44元要加到440元 即要加10倍 即是說 我們要應付現在的醫療開支 即立稅已經付很多錢 我們費用要加10倍 才可以避免嚴重的財赤出現 當然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香港的私家醫院 看看 聖保禄醫院 或者去劉仰和去看看 這個就是真正的價錢 反映到出來 真正的價錢 所以其實一點都不便宜 他用了醫療費用用了七位數字 哇 還死得很慘 即是百萬 是的 兩隻腳都割了 接著又洗腎 不是過百萬過千萬 七位數字 這個就是真正的費用 這個朋友說 我真的要告醫生 我說你不用告了 你走到他那裡 他一定有這些方法 他用的方法全部是正確的方法 這個就是真正的價錢 很多人都經常都有一種誤解 誤解以為 西醫便宜一些 保險公司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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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保險公司都出賣看自然醫療 那自然醫療 那自然醫療又是甚麼自然便宜呢 那其實真正的價錢 你自己去看私家醫院 自己去銀河包 你真正會看到價錢是多少 香港的每年的醫療 開始是不斷增加 想盡辦法去處理它 最近有一個方案就是 鼓勵一些人去買私家的醫療保險 但是你知道 我上次也提過 醫療保險是一個市管的生意 所以他不是強行用不同的手法 是強行按下開支 他根本是不會賺到錢 所以根本不會有現收公司 是樂意做這類的保險 除非他有很多框框 以前有些病已經存在不保 或者很多病 保了一段很短的時間 那你想想 如果政府這麼多錢都破產 難道私家保險公司 會不會有例外 其實是認識一樣的 所以這是一種 政府企圖 將醫療的開支 分擔一些 你自己付得起 就自己買私人保險 其實目的是這樣 但最終最終 你知道 好像美國的例子 美國全部是私人保險 我有一位同學 有一次他和大家聊起來 他在美國和兩夫妻 他太太要做電腦 他是做護士 男護士 他跟我說 他們兩個不可以不上班 我問他為什麼 如果他們不上班 他們的醫療保險 要自己付 那要多少錢 他每個月大概是一千二百多元 很貴 美金 只是說醫療保險 美金很貴 我想是 醫療保險 至一般家庭裡 都有很大的比例 那大家要了解一下 真真正正的價錢 就不是我們表面看得到的 另外一本書 就叫做 別讓醫院殺了你 這本書 也是一個翻譯的書籍 香港應該都買得到 因為這本書 我全都是香港 一般的書店 我都買得到的 這個叫做 別讓醫院殺了你 這是一個很大的迷思 其實袁醫生 假如自然療法這麼好 那為什麼其實沒有被政府去認同 還有這麼少人去聽到自然療法 這一回事 我們一般人很 很 很天真 還有當然 我們一般人的小孩子 都是 荷里匯那些 迪士尼蘭的世界長大的 温室長大的 一般人都會想 自然療法這麼好 不可能沒有太多人認識 就是想著好的東西 遲早都會被人採用 那為什麼會搞這麼久 都沒有聽過 我一會兒說過 我用銅牙療法 銅牙療法 我怎麼聽都沒聽過 那我解釋給大家 銅牙療法 是全世界第三大醫療 有二百三十年歷史 有七十五個國家 有銅牙療法醫生 註冊的醫生 有五億人用的 他還沒聽過 那就是大家都有一種 很天真的想法 好的東西 沒有可能 一定被人拿出來用的 那為什麼 沒有人聽過 那其實那個問題 就是 不是好的東西 有人推揚 是賺錢的東西 有人推揚 那大家在聽我電台節目 的人都看到 我們人類很多的問題 我們已經有解決方法 我們能源的資源的問題 我們根本是有解決方法 我們根本有人可以用水來行車 那根本是用什麼電油 用什麼這些問題 所以 凡妻這些有效的 令到那些人賺不到錢的方法 就一定被人打壓下來的 嗯 免費能源已經出現了 Tesla 在差不多成 近一百年前 在一幾年 已經有辦法 從地球的地心那裡 吸取能源 是免費呢 是可以放射出去的 那麼他當時呢 是J.P.Morgan 是支持這個research的 那J.P.Morgan 當然他也是 他也是一個大的工業家 那麼J.P.Morgan 當時想到一件事 這件事 但是我怎麼收錢呢 他想到收不到錢的 知道嗎 自然能源 是的 一個自然的能源 是一個又不用電線 又不用電纜 總之可以無限地捨出去的 那麼J.P.Morgan 做生意的計算 他就說不行了 還有免費能源 對他的公司 是一個 一個 經濟上的 一個大損失來的 那麼 於是會呢 將那個Tesla 那個 即是研究員 研究室 毀滅了 嗯 所以我告訴你 其實在醫療方面 我們是一式一式的 我們根本是有了 有效的醫療方法 譬如癌症來說 你看看我們周圍的人 好像華叔那些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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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一個很悲 因為經常這麼大的黨 原來完全不認識 這方面的真面目 那華叔一定走 那條路一定是 一定是不行的 那麼我也都跟大家 分享一個資料 其中有一個 就是一個 U.C. Berkeley 一位 一位 生物 物理教 Biophysics的Professor 他叫做 Harding Jones 是 Professor Harding Jones Professor Harding Jones 他滿然 亦都是美國癌症機構的主港嘉賓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每年他都去 他的例會 NU Conference 他是主港嘉賓 那他講的什麼呢 是講講癌症的數據 死亡數據 傳活數據 那他有一年 在那個例會 公開這樣說 他說 如果一個癌症的病人 選擇什麼都不做 是 比較一些癌症的病人 去看西醫那些 他說什麼都不做 那些癌症病人 他的存活率 可以高達四倍 或者二上 可以高達四倍 那很明顯 那這位 每年 年老 主港嘉賓 講了這句話之後 但已經沒有再聘請他 不會是每年 沒錯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根本是有些答案的 那這些答案 如果是令到藥廠賺不到錢的時候 他們就會 即是他們不會採用 所以不是說好的東西 有人採用 是根本是賺錢的東西 那什麼能令到賺錢呢 如果一種病 他醫治你不好的 你一輩子都要繼續醫治 但你會不會結束 即是不會有緣結一日的 那這種醫療方法就是最賺錢 那你可以看到 為何今時今日 文明人百分之八十的病 都是醫治不好的 但就要繼續可以用藥 去依賴 沒錯 去做很多很多事情 癌症也是 癌症是一個很大的企業 每年在美國有100萬人 是靠醫癌症賺食 那以我一種方法 是出現了之後 是癌症很快醫得好 那100萬人起碼失業 多謝袁醫生的分享 或者我們轉過頭 再請教袁醫生 關於第七個謎症 是關於什麼 多謝你醫生 我們轉頭見 882-4848 網址3W多 HEALTHSHOP.COM.HK 歡迎大家又回來 自然療法於你 醫生 我們剛才說到六個盲點了 那第七個 以我所知 其實我想問一下 西醫其實這麼差 為什麼西醫一直廣泛被用呢 西醫 是不是真的有些人 背後會受惠了呢 其實這種想法 以及剛才所說過的 其實是同一個概念 不過是另一面 既然這裡這麼好 為什麼沒有人說呢 西醫這麼差 為什麼經常被人用 多別的時候 一定有人受惠 其實這些資料也不太多 其中一本書 英文叫做 Prescription Games 一粒價值十億的藥丸 人命與金錢的教育 我看到封面也很有趣 一粒藥丸裡 製造了很多銀子 很多銀子 很多銀子 一句說完 為什麼西醫這麼差 從來醫不好病 令到每個國家 推揚 依賴他的醫療國家 都全部破產 很明顯 他是賺很多錢的 是很多很多錢的 賺多少錢呢 還有另外一本書 叫做 Secrets of the Drug Industry 那是Brian Hubbard寫的 這本書還沒有翻譯的 那那個Publisher 叫做 What Doctors Don't Tell You 就是醫生不會告訴你 那個出版社 那裡面內容呢 我記得他有說 他說 Fortune 500 那個大公司 實際上排 就是頭五百名那些 他說大部分那些 一般的工業 那個利潤是不太高的 有可能都是3% 4% 4% 就是整體來說 但是利用最高的那些 就是藥廠 藥廠那個利潤 差不多是17% 就是遠高的人是幾倍 其他的工業 其他行業幾倍 那第二高呢 就叫做Commercial Banking 12% 嗯 那很明顯 就是為什麼藥廠會這麼大勢力呢 因為他錢多 他利潤高 他利潤高 那他可以從此 從而控制我們整個社會 那知道呢 始終我們是以經濟為主導的 是吧 很多的傳媒呢 都是靠很多藥廠的廣告 那樣 很多雜誌都是靠他的廣告的 那就是你有錢 中國人所說 有錢可以使得鬼退網 是吧 那變成了呢 在這種這樣的 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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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之下 還有他們的 金錢的勢力之下 其實他主導了整個醫療的制度 那早期呢 在那個醫療方面 以前醫學院 早期美國呢 是有很多不同的醫學院的 就是 我叫做 草藥的醫療 同類療法 有不同的 混合的醫療 但是到最後呢 就因為有一個 美國的 卡納基·曼琳和諾克菲娜 就成立一個 一個 一個機構 就是 第一 他先衡量一下 美國醫學院的水準 從而呢 他就說 以慈善的 的姿態 就是 來到 即是他認為這間醫學院好呢 他就會 資助他們 嗯 那當時呢 有一個叫做 Flexner Report Abram Flexner Abram Flexner 他是一個教育家 一個教育家 他不是一個研究者 嗯 他就委任了這個人 去全美國 去看所有的醫學院 結果呢 他發現到 那個醫學院 如果是教很多 其他醫療的醫學院 譬如教同學療法醫學院 他就不會分開 即是不會資助他們 那只是呢 用西藥那種醫院 他就大量資助 那很簡單 因為諾克菲娜 也是擁有 Standard Oil 也背後有很多藥廠 所以他當然是推揚一種方法 是用他自己公司的產品 嗯 雖然諾克菲娜 Sinia 那個鼻祖 他活到98歲 他是用同學療法 一生用同學療法 但很可惜 即是他自己是一個受惠者 但在他那個 所謂慈善方面 其實他不是用慈善 用這個所謂慈善手法 其實是幫助自己做生意 沒錯 那他就將 只是資助一些 用西藥的那些 那些醫學院 而其他那些 就越來越減少 那還有呢 他會委託 他們那些人 是想入他那個 那個校董會 那慢慢地 是影響 那個學校的 那個課程 那個內容 那最後 就將那些自然醫療 那些課程 慢慢地 批走了 你看回早期的 Murks Index Murks Index 就是一個醫療的手冊 一個天書來的 你看回早年那些 有很多種醫療方法 包括自然醫療的方法 水療 食療 草藥 療法 但到最後那些 那些版本 越來越是完全沒有這些資料 所教的 全部都是西藥創的資料 那所以其他 其實是一個金錢作怪 那他已經 已經部署了很久 那Flexner Abron Flexner 就說這些學校 就不夠水準 於是我不知助他 那也有些夠水準 譬如同學療法醫學院 目前我認識的 就是波士頓大學 米茲金大學 是NR 那間 三藩市醫學院 還有Honeyman 這些 還有Ohio State 即現在目前 還存在的五間西醫學院 其實前身是同學療法醫學院 他們教同學療法的 那因為那個 諾克菲娜 和Karnegie Flexner Report 的資助之下 西醫學院 就有很多金錢的資助 但是其他是沒有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很難跟別人競爭 對吧 就是一個大財團 那麼堅持著 一個是靠自己 私家醫院 私家醫學院 來到收學費 那很快 慢慢被人淘汰了 壟斷了 那你看到背後的情況 就是 為何現在醫生 完全不懂自然醫療 醫學院 就是自然醫療的工具 因為前科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 為什麼這麼差的東西 為什麼被推揚呢 因為它主要來說 它是全世界利用最高的工業 藥廠是利用最高工業 藥廠是控制我們醫學院的 你看到現在的很多時候 醫學院的教授 都是被藥廠資助去外國 去學習 那當然 他資助的學家 是學藥廠的資助 沒錯 那很多大學教授 在香港也有很多這些 藥廠的飯局 通常他們去瑞典 請一些大學教授 或者拿威 請一些大學教授來香港教 那說什麼呢 是比較一種新的西藥 怎樣好過舊的西藥 其實是說這件事 那就是 大學教授 都是受這些賄賂的形式 是幫他洗腦的 那當然 教授只會認識這件事 教授的學生 就只會認識這件事 那再來看 這個主要是一個 藥廠是全世界利用最高的工業 那所以 它是被推薦的 因為錢是最多的 那袁醫生 其實呢 我們經常都說 預防勝於治療 那其實 自然療法或者西醫 其實那個方法有沒有不同呢 如果一般人呢 就說 口硬瓜瓜 都會說 預防勝於治療 那但是 如果你問他 一般來說 他會怎樣預防呢 即他怎樣預防呢 那 很明顯 是 十分仔就是 打疫苗注射 是吧 現在成二十幾三十幾種 我想短短 我想 兩歲多之內 打成三十幾種的針 那我知道 我小時候都有打 我小時候打是比較少很多 還有只有大一點才打 那今時今日呢 有什麼病呢 如果他能夠有疫苗呢 他就會用疫苗的方法 來做疫苗注射 那不要說十分仔 最近又是子宮頸的癌症的疫苗 叫那些年輕的女孩子 去打這些針 打了之後 就會減低子宮癌的風險 最近也有報道 英國有1300個少女 因為打了這些針 有很大的副作用 那好了 我們經常講來講去 什麼是預防勝於治療 不過是 嬸仔就經常打針 你看到了 現在嬸仔打針 現在嬸仔就比以前更健康 真的不像 可舒服 現在的環境也比以前更差 現在的環境肯定比以前好 你起碼是醫食到住 最後的燒 Twig 父母照顧心理方面 照相比以前好 所以uflienza手 confronted 自然就和討論 對嗎 因爲在醫療環境 補助環境 教育環境 父母都比的教育好一點 那爲什麽現在嬸仔出現這些病 有时候在公园,家长和家长之间的讨论话题 往往是说哪个医生好,哪个医生好 我一直听得多 小孩说,我要介绍这个医生,这个疑科医生怎么好 有一次好笑,我在山顶有个游乐场所 我跟儿子去玩,见到有个妈妈叫儿子去跑步 儿子很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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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我看到他们的话题,有时候没有医生,你留意听到 原来是说医疗的,就算成人也好,也是这样 小孩说,你介绍我的医生,哪个医生好 虽然我们的医疗环境打了这么多针 现在小孩可以这么说,80后小孩的小孩 80-90%都有敏感 不要说最新的自闭症,157个有一个自闭症 现在数据可能越来越增加 不知道外国也是这样,香港也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 自闭症越来越多 过度会约的宋文仔 宋文仔常常病 香港也可以调查 很多年前,一半是每半年去看医生的,大半以上 有些是每两个月去看医生的,真的有 整天都是去看医生的,很明显 现在我们打完疫苗注射,结果宋文仔的体制越来越差 原因很简单,我们也写了一本书 叫做免疫症危害健康 中文书就唯一这一本,六色人生重书 周志祥把那些资料收拾了之后写了这本书 唯一的,中文书要看疫苗的问题,肯定是这一本 但英文书有几十本 我手上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你可以看到,打针会出现,令到宋文仔的免疫能力失调 为什么呢? 宋文仔早年的婴儿,他的免疫能力未曾健全,未曾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你慢慢打这种病毒,细菌,这种针 他的免疫会被刺激到软了 而且越早打,问题越大 尤其是混合针,33,mmr,dpd,这些很危险的针 加上针里面有很多附加物质,比如水银,铝,aluminum 那些叫adjuvant,即是希望加强或者稳定的疫苗 本身是一个很毒的东西 在外国已经证实了,这些宋文仔的疫苗注射里面的水银 根本是一个毒性远超过政府认为安全的水平 现在的宋文仔,因为打这种针,打到身体敏感了,暖了 很多人经常都病,经常都病 当然很多时候,我经常是伤风的小孩,我说不会 他只是鼻敏感,因为伤风不会经常这样伤风 好了,预防性于治疗,现时的人的想法就是打针,打针,打针 什么鬼有刺针就去打 流感针,你看到,是吧? 是,没错 所以如果你打流感针,你不如去耍大容,或是吃维他命D 那个效果是,外国有一个研究的 吃维他命D比较流感针,维他命D的效果是8倍打流感针 哇,这么厉害 所以如果你简单,其实有更加好的方法 好了,那大人呢,什么叫做预防呢? 很明显,大人就叫他定时呢,去进行身体检查,施检 每年去做这样的,女性就叫你做子宫护颈检查,乳房的X光检查 那男性呢,男人都叫做,做燃蚊移蚊,燃光功能,绝电竞照 好了,那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美国有一间很大的燃疏公司,Predential 做过一个25年的研究 他将几万个售保的人 一组人就叫他每年你去做身体检查 燃疏公司会给钱的了 是 就是你不用担心费用 燃疏公司会给钱你 那另外一组几万的售保人员呢 他就说,你总之你有病你就去看病,就是看医生 那燃疏公司会给你 那两组呢,一个是定期去检查身体 一组就是有病去看医生的 那25年之后,大家比较两组人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是没有分别的 就是预防都没有什么作用 就是经常做检查身体呢 结果呢,你都是这样死的了 死亡率是没有分别的 好了,这个是一个实际的数字 Predential Insurance 一个大型的研究 那你怎样去解释这个现象呢? 那很明显呢 现时所谓的检查方法呢 你找到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很尾期的了 譬如癌症,很多人都找不到 一找到就尾期了 整天都听过这些故事了,对不对? 好了,那用这些方法 当你的器官或者酵素已经是坏到出现病理性的程度 那个问题呢 已经可以这么说,已经不是早了,迟的了,对不对? 第二样东西呢,我也跟大家不断地说的呢 因为西医对医病的能力是差不多是很少的 好了,那你发现了之后,那你医不医得好吗? 也医不好而已,对不对? 就算被你及早发现,你都不会医的嘛 所以你可以解释到,完全可以解释得到 为什么患病率和死亡率是没有分别的 你发现了之后,你都不会医的,都是这样死的 所以这个是解释到,预防性医治疗 这种一个很大的慢点来的 好了,有人问了,怎么才叫有效的预防呢? 在我们的医疗的观点,我们自然医疗经常说的是 增进健康,如何optimize你的健康 如何加强,将健康保持一个高的状态 真正的有效的预防呢 就是尽量以你所能所认识 将你的身体长延月累,保持一个极高的健康状态 是 即是不要等到,哎呀,我受不了了,真的很差了 才去治病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受得上捱得到,算了,算了,我被失了 算了,算了,我都习惯了,不用理他 很多时候,这些人都是这样的 在功能性的病亚健康,他们是忍受住的 到病理性出现的时候,就太似了 真正的预防就是,你尽量想办法 将你的身体长期保持一个极高的水准 保健 保健,真的保健 如果你能够保持到最高的状态 就算有足够的空间 如果有什么意外,或者其他的因素 你开始跌下来,因为你平时的状态是很高的状态 你的身体是无时无刻,保持在一个极高的健康状态 这个就先叫做真正有效的预防 就不是,就经常去做检查身体 打那些预防针,生育体的疫苗注射 这个绝对会很快破坏我们的健康 那医生,其实呢,我们相信 我这个小市民,当然会认为政府就是为我们服务 那会将纳税园的钱,将这些资源平均分配 好好去利用 那信他帮我们选择那种医疗方法就是西医 那其实是否真的为我们服务呢,政府 很多时候呢,人家都不了解我们什么叫政府 政府不是一个有个智慧磁场的老人 看着这个档,就将资源公平地分配 大家都了解,政府是什么呢 是一班政客政治团体的人去增资资源 政府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嘛 政府不是说,那些人进入政府 都是一班人去增利益的人 对不对,所以不要以为 他们会将你的资源平均分配 那会认为既得利益的人,要维持既得利益 那有一本书呢,叫做医疗黑手党, Medical Mafia 那这位作者呢,是Chislaine Langtok 他也是一位西医 他也是因为推荣自然医疗,在加拿大 是被加拿大医学界除了他牌 很多时候有些人说,哎呀,为什么没有人去说呢 对呀,有人说,你就被人除牌 我认识了两个,写这些书 各个都是同样的遭遇的 因为他推荣,他认为另一个医疗的选择 他做这件事就被人除牌 其实真的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冲突 就是因为他是浅作怪 他不能够让行内人有些异议的声音出现 很多时候医疗广告 为什么医学界有很多专业团 不让行内人自己做广告呢 其实他们不想将自己的恶性竞争 不想将自己的坏东西被人养出去 其实是用一个牌照来控制他 就是大家要一致的,对外一致的 如果任何医生或者律师 想说一些对他整体行内的利益有矛盾 他一定将他劈走 或者原医生你之前所说的法例去管制 没错了,表面就是为保护大众的利益 其实背后就是保护他们的专利 其实医疗界也是一式一样的 这本书叫《Medical Mafia》 我们翻译到医疗黑手党 其实那本书也提及了 谁控制我们呢? 其实背后背后 他说一个黑手党里面有成员 就是跨国公司大药厂 他也控制政府 政府的高官都是经常看外国 背后就是看世界卫生组织 也有学院,有研疏公司 以及不同医疗的医疗合作 其实可以这么说 他们的组织是这样走出来的 在上面就是世卫组织 世卫组织和世界的银行家 那这班人就控制我们的跨国公司 世卫组织就控制我们的政府 那对上面那个呢 就是一般人就经常都想着 为什么我要这样 因为我要服从权威 一般我们教育都是这样的 整个教育制度都是训练我们要服从权威 那上面的权威就是这些人 所以最后就是银行家 控制我们的跨国企业 世卫组织 那世卫组织后面呢 都是这些大的银行家 那些钱控制他们 那所以有些人呢 就是很多人都不了解 我们整个地球的结构 是这样形成的 那出现了这类的问题 那很多人呢 一般人都是这样 是不是 相信权威啊 相信世卫所说的东西 那其实世卫背后也是 都是入厂控制 那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就是政府政府的背后呢 其实根本的资源分配呢 都不是公平 它都不会为你的利益 所以我经常跟别人说 有些人说很怕政治 很骚髒 很黑暗 那有时候呢 这件事你就不可以不参与的 因为你不理呢 就会被别人控制你 那所以呢 所以这个 就是香港人呢 开始都要这方面呢 要醒觉一下 其中有一本书叫Sweet Misery A Poison War 是讲糖的 讲那个sugar industry 和食物那方面 如何控制 那还有呢 我们有很多基因食物 那现在我们 现在他们不单是 是药物那方面 医疗方面控制 在我们食物那方面呢 都用这种手法 来控制我们的食物的来源 嗯 那就是它有些基因 那些 改造的种子呢 它不会自己繁殖的 是 你看到呢 是大陆已经种了椒 很多那些棉花的种子 是 是自己不会繁殖的 哦 那你要依靠那些 那些种子公司 那些大企业 给你那些种子 那就是它不单是要 医疗方面 就是食物的来源都控制我们的 都很可怕的 另外医生呢 其实呢 我们经常想 就是每一个医生 无论中医好 其实都会为病人着想 想尽很多方法 应该是令病人早日康复才是 那其实是真的呢 那整天都有一种说法 医者父母心 是吧 那我相信呢 读医的人呢 都不是有心去害人的 但是问题呢 他们所学的东西呢 是有限量的 始终呢 他们的教育方面呢 是令到他们呢 是对很多其他的东西 是很不认识的 那我上次都给了一个 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我说 就是我遇到一个医生 那他呢 那他呢 就是 帮人筹钱 在废斯指会 其他一些会 筹钱呢 就帮助了一些人洗腎 是 因为洗腎很贵的 那这些洗腎呢 都不会洗得好 总之你捱多几年 是吧 但是始终有些人捱多几年 都好 有些人连那些钱都饿了 那他就很好心 一个很nice的人 很obvious 他认为他自己做的很好的东西 是 我记得 那他就很自豪地 告诉他 他怎样去做这件事的 那结果呢 我就问了 你知不知道呢 在坊间呢 和在网上呢 存留一种很简单的工具呢 是用荔枝树 白粒荔枝树 打碎它 用猪腰来煮 煮之后呢 就翌日呢 就用来喝那些汤呢 就开始 令到那些人不用洗腎 那我 我以为他会很开心 是啦 open mic 他就说 这件事我们怎样可以用啊 这件事我不会让我病人用 这件事 那我说 第一 有没有机会有副作用先 肯定是不会有这些副作用 我说食物来的 最多就是荔枝树 少少少少 但是和你的洗腎比 这个便宜很多 他说 他试也不会试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教育 令到他封闭了 他认为一定要有科学鑑定过 我心里想 洗腎是否可以医好人 是不可能医好人 只不过拳斜 可以舒缓一下人 让他多捱多几年 那为什么有一种方法 是可以便宜的 当然大家都控制 大家不是根治 那其实 你有一种方法 令到他不用洗腎 就算长期吃这些食物 其实某程度上 都是控制 远远比你用洗腎 但是他完全不会做的 为什么呢 他们的教育问题 他们的教育 是令到他们 是不开放 还有闭失了 有一套书 叫做医疗读行者 还没翻译的 叫Medical Maverick 那有位医生 是西医社的 这两本书 是说了医学史上 所有的人 当他发现新的工具 新的方法 是非常之有效的方法 在早期一定被人排擠 那你知道了 Samuel原来这位医生 他发现在苦产科里面 早期很多那些苦人 在怀孕 在分娩的时间 常常都感染到病 死亡的30%死亡 是30元 那这位Samuel 他是澳洲 澳洲的苦产科医生 他发现到 原来当时医学界的医生 是没有洗手的习惯 那往往去染防 或者去病人 去做手术之后 他就血腥腥腥的手 他就去截身 那他看到的关系 那他怎么知道呢 原来他知道 在乡下里面 截身婆 他死亡率没有那么高 就是没有这些问题 那他观察到分别 截身婆 就不用去解剖 不用去剃死师 不用去做其他的医疗 那所以他们是干净很多 会经常洗手 整干净才去处理分娩的过程 那他觉得 问题是因为他们的医生 不肯洗手 那他就建议医生 要洗手 才要接触病人 结果死亡率 就去到蛮跌地下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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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很低 好了 结果那些医生 有没有继续做 他们不肯 他认为 有什么搞错 要我们洗手 就是我们 要伤害我们的尊严 要听那个顶 要听你的医疗 要跟那些 要跟那个 跟那个的 结果他又不肯听 结果又是照版主 像以前那样 那个妇女的死亡率 一直是这么升到三十几百分 萨尔检 这个医生 一个这么有良知的医生 结果是死在精神病院里面 因为他伤心到 就是在解释上都可以看到 明明是可以帮到你的 其实我在医学史上 是充满这些例子 差不多每一个新的方法 当时是被当权的医学界排斥 来踩他们 原来是这样 所以问题是他们的教育 我不觉得他们真的是恰心 但是始终我们没有办法脱离 我们的教育 教育其实是洗脑而已 整个教育的组织 不断地和我们洗脑而已 所以大部分人是脱离不了的 医生 其实关于食物发展 可不可以再详细讲多一点 关于这方面呢 这个我为什么要和大家 我常常都提出 这个叫Codex Elementarius 因为现在最近的 控制我们的背后 其实用Codex Elementarius 在欧洲是在做很多东西的 他们其中部署表面的食物 即是我们将全世界食物的标准 设计的标准 表面好像很好 但它一搞 然后连那些营养素都要他们控制 食物发展就是一个世界最高 元和博世界维生组织的属下一个机构 它已经是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新的法例 最终是将我们的治疗医疗工具 完全是压制了下去 而且令到我们是用不到的 当然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大部分香港的所谓卫生署的高官 就是照抄人来说的建议的 他完全都不知道背后是谁控制他们的 这是很可惜的 食物的标准法 都是Codex Elementarius搞出来的 香港政府的高官在医学界 就盲目地跟随 当然他以为自己做的事是对的 最可悲就是愚昧的人 做的事其实是伤天害你的事 他自己都以为自己在做好事的 所以我经常说教育很重要的 在我的政纲里面我也提及 第一我要教好人健康 如果人健康的人 心身精神都是健康的 起码不会自私自利会减少一些 第二就是我们教育 正确教育是令到我们 是不会盲信权威的 但现在今时今日 我们教育的课材 全部都是叫我们盲信权威的 这个就是我们教育的 一个很大的弊端 我们可能在电台另外节目 我们会和大家讨论一下 医疗的改革 在今次我也很详细都和大家分享过 他主要是用个人的 医疗保险金 Personal Health Providence Fund 我觉得如果实行这个方案 医疗的问题 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因为大家有动机 去保护自己的健康 大家有动机 不会去滥用的资源 大家有动机 去寻找最好的医疗方法的时候 健康医疗的问题 是可以彻底解决的 很感谢余医生 其实知道天气都快要尊冬了 大家都小心身体 不要着凉了 还有明天就是圣诞节 我和余医生在这里 祝大家圣诞快乐 对了圣诞快乐 多谢大家收听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你听着的是原网台 我是不能说的真相主持 中原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l.com.h